好 歡迎大家來到 這個禮拜的《新桑海神州》 我是節目主持人桑普 旁邊有我的拍檔傑斯 喂 怎麼樣?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桑普頻道的《新桑海神州》 我們第一次 是的 這個禮拜講什麼?是不是講講選舉? 是啊 這個禮拜繼續講選舉 不過選舉當然有兩個很值得做的選舉 香港沒有選舉的 台灣現在沒有選舉 重要的選舉就是美國和日本 我想這個是整個2024年尾尾最重要的兩場選舉 美國的大選 我們等一下講 我們先講日本的自民黨的總裁選舉 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 這一次就厲害了 史無前例有九個候選人這麼多 因為Kishida 就是這個安田文雄就是不做 民望也比較低 他的派系就是現在 投誰呢?也都毀莫如深 你知道自民黨是日本這麼多年是比較長清的一個大政黨 戰後裏面呢 除了有部份時間 用了給一些在野黨去做 以前的民主黨 現在叫做立憲民主黨 現在在野黨的立憲民主黨 選了一個新的黨的領袖 就是這個野田佳燕 這個是立憲民主黨 基本上是比較左派一些的 OK?也都比較親中一些的 自民黨就比較右派一些 也都比較親密一些 也都是穩定 在戰後呢 連續執政很多年 自民黨裏面有很多的派系 有什麼安倍啊 麻生啊 有什麼是 比如說岸田有一派啊 大佬的政治也有 黑社會 黑社會 白到黑到一樣的運作而已 那就已經有不同的方法了 那現在是搞什麼呢? 不是全國選舉 是自民黨裏面選他們自己的領袖 是啊 是的 所以要更正 其實是選總裁 選自民黨總裁 自民黨總裁 他不是全國選一個領袖 選一個總統 選一個手上 他在自民黨裏面 未經過國會改選之下 選一個自己的領袖 就叫做自民黨總裁 而按照憲法 自民黨總裁就是首上 因為自民黨是執政黨嘛 那等於英國一樣 工黨的領袖Starmer 就是首上了 那一樣 自民黨的領袖就是首上 那岸田文雄呢 就會推下來了 那是哪個時候選舉呢? 9月27日 其實大家在看這個節目的時候 就是星期五來的 就是會選舉的 是的 兩輪投票 就在我們講一下兩輪投票 那這個選舉的情況就是很激烈的 大家知道安倍死了 接著姦二位 之後就去到這個岸田文雄 那到岸田文雄的情況之後呢 大家知道是不是被安倍弱雞一些呢? 他在做事沒有這麼的霉力呢? 這個當然是有這樣的情況啦 但是最近日本有一些學生 有一位一位學生 十歲的男童 小山航平呢 就是被人刺殺死了 那就引起很大的疑憤 找外上上川楊智呢 也都去跟王毅理論 王毅就罵他什麼什麼的 你這個家害人組的罵什麼鬼 之後呢 上川楊智回來 他也是九位要選的人之一 現在呢 就不逐一讀他們的九個人名字給大家聽 起碼有三個大熱門出來 就是比較有可能贏的 就是分別就是這個石破謀啦 這個小泉津似郎 和這個高市祖苗 這三個呢 機會比較大一點 那麼其他的人呢 有點像陪陣 也都希望通過他的選舉 增加他的威望 到時候也會組成一個內閣的嘛 那到時候才再選 那麼選完這次舉之後呢 分分鐘得到做好高票的 譬如說 假設高市祖苗贏了 或者誰贏了 我覺得可以 他就會呢 解散國會重新選舉 如果不解散的話呢 要到明年2025年 就是三年一任的國會就要選舉了 那另外就是說 今年解散的機會很大 就是換言之 大家會預計呢 在這個美國總統大選 之後 一段非常短的時間 在11月裡面呢 分分鐘有全國性的大選 大選是選什麼呢 選整個國會 OK 重新組成一個 最有民意代表性的一個國會 而這個國會呢 這個執政黨是自民黨的機會極大 因此這個新的自民黨的總裁 極大可能 除非他真的有意外 極大可能會繼續成為新的手術 差不多沒有什麼 沒懸念 是 解散國會重選的目的是什麼 那個人要重新樹立自己的權威 就是要樹立民望基礎嘛 所以我覺得今年會解散國會重選的機會大 但是那個國會的重選結果 應該不是很影響到 究竟這個自民黨總裁花樂誰家 因為這一次的927 這一次的自民黨總裁選舉 應該是那個人會繼續成為國會議員 那個人成為更加鞏固自己的派系的目標 這個情況呢 就是拭目以待 那麼石破茂呢 就比較了 比較而已 他不是等於親中 是比較親中 比較左派 很懂得說話 一個六十幾歲的老人家 很懂得說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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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言巧語 所以那些年輕人 就是他的老闆柯文哲 你可以這麼說 很懂得說這些說法 這個形容挺好 是的 就是這樣的做法很棒的 石破茂 李斯特馬 然後呢 中間那個就叫做小泉津次郎 43歲 比我們兩個每一個人都年輕 43歲的人 那他的老爸就是小泉順一郎 今天人家問小泉順一郎 前首相都做了很長時間 大家很出名的 當時靖木神社事件 當時胡錦濤年尾的時候 大家知道小泉順一郎是在做首相 問他這個兒子選舉 那你怎麼樣看 他太年輕了 他五十歲之後再選都可以的 這個就是小泉順一郎說的 而最近這個小泉順次郎呢 都遇到很多的逆風和問題的 譬如說包括了他自己說一些話 口才不斷 被人家大思 很嚴重的 他講話很嚴重的 可以給傑斯說一下他的話 好啊 然後他就小泉順次郎 接著看高士早苗呢 不斷落區 他是安倍晉三的重要派系的成員 現在安倍派就是清和政策 這個研究會就是KERA 那這個清和就是他自己的派系的名稱 就是清和會 他就是清和言 看你怎麼看 清和會呢 基本上是到現在有二十個以上的重要成員 其中有十四個以上都支持這個高士早苗 還有高士早苗呢 可以不斷拜託 請託地方 搞到他自己的選情非常熱誓 你說在兩個月前 沒有人會看好高士早苗的 這個是女的女性來的 也是安倍晉三非常重要的人物 也都現在的安全 什麼經濟安全擔當上 這個相當重要的人物 那麼每個人都覺得說這個人 此人可待 那麼以現在的各方面的選情來看呢 大家知道呢 就是到時候會有經過兩輪的選舉 第一輪的選舉呢 就是368名的國會的自民黨議員 加上368名的黨員 368加368 700多人 就是一起去投票選出呢 哪兩個是票數最高的 除非有一個人是能夠高過過半數 過半 就要再搞了 但是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的 就是基本上呢 以現在九個人出來爭的態勢呢 沒有一個人拿得過半 拿到三分之一都沒有什麼可能 那就變成一定要進入第二輪 第二輪呢就是西政兩個 最高票的兩個 就是缺選了 同一日會進行的 就是368位國會議員 加上呢 是不是47位黨員 47位黨員 黨員是什麼呢 都道府縣黨部 都不是一般的黨員 是東京都下 就是日本的不同的地方 都道府縣他們的黨部的票 今天47票 其他47票呢 無關輕重 因為呢 368票議員是大了的 議員大了的情況 就是說回歸回到一個派佛的情況 就是那些大的派佛 譬如麻生啊 岸田啊 安倍啊 就是清和會啊 他們怎樣去看 這件事 就決定了呢 究竟誰能夠當選的 那麼現在最重要呢 入到第二輪 因為你368張的黨員票是舉足輕重的 那麼你要爭取各方面支持 這個是高市早苗一直在做的 如果你說石破、小泉、高市三個人牌 由左、中、右大概剛剛講的順序 就是石破比較左、比較親中 比較和美國疏遠 比較未必那麼想保護台灣 高市早苗呢 他已經說明了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幫他的地方 還有呢 萬一台灣受到侵略 他認為呢 要採取一個叫全立危機狀態 什麼叫全立危機狀態呢 就是日本自衛隊去出動 去幫台灣 那當然啦 他會否貿易出動呢 當然他都是看美國變色的 這個一定 因為美日的同盟 不可以被淫落 日本自己自己拿出來的嘛 大概是鷹排 就是從鴿到鷹大概是這個排序 那究竟誰會贏呢 我等一下會猜一下給大家聽 但是我先聽一下傑斯有什麼分析 嘩 其實真的挺難猜誰會贏的 其實呢 你講的 我一直在聽你說的 就是 我就這樣 我就 坐牢的時候 就找了朱凱迪 就找了很多書 就是讀這個 就是看很多書 就是關於日本的政治 那當然很多都忘了 不過有一段時間 就是勾起我這段回憶 因為朱凱迪就看很多日本的東西 然後就看一看日本自民黨的歷史 就有了 很多人都不在乎 但是可能很多人會經常問 為什麼日本永遠都好像是自民黨的 現在就是怕了 就來台灣都好像永遠都是民進黨的 不過就 如果你拿來這樣對比 就民進黨還沒說 完全好像自民黨那樣 自民黨就很多派佛 講背份 其實差不多好像 真是好像黑社會那樣的 日本政治很有趣的 日本政治就是 如果你說對上幾十年 就我記得九十年代 千山富士 大家還記得這個首相呢 如果 我希望我沒有記錯 我都是憑記憶的 我記得 他是少有 不是自民黨的首相 他應該是社會黨的 然後 如果你在日本從政 他應該是真正的 你自己過去看 還有很多人 整天都會出進自民黨 石破某也是其中一個 石破某也是其中一個 石破某在第二次的安倍選舉裡 其實他那個人力很厲害 他有些地方 他在地方票內 其實他是贏 甚至贏 那個安倍的 那麼很多人都會整天會出進 但是他進來的那一刻 其實很多時候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你不進來自民黨 你不用指望 做到內閣 做到首相 所以差不多你看 如果那些不熟悉日本政治的人 你就會看 整天都是自民黨 沒別的黨 是有的 社會黨 公民黨 很多黨 但是完全是車尾燈 可能都看不到的 這個就是日本那個政治的特色 所以他這次選舉 其實他有點像 譬如英國保守黨 就是選黨魁 英國保守黨有一段時間長期執政的 那他們誰的手上不行 Boris Johnson不行 那就選黨魁 那這次其實黨魁就等於日本自民黨的總裁 選了一個總裁 因為他們在議會裡面是多數黨 所以他們基本上一定會是首相來的 所以這次的重要性就是這裏 那這次為什麼會走九個候選人出來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因為 因為太多負面新聞了 自民黨 他們貪污 腐敗 經常有的 這裏特別多 所以搞到旺田的民落很低 低到要走人了 就是不做了 不做了 其實這次 所以我先回應到桑普 我一會兒都想聽一下 桑普怎麼猜的 我就不是很敢猜的 說真的 就是民調一路都是石破謀 number one 的 那第二 第三就調來調去啦 就一會兒講一下那個小傳的兒子 什麼俊次郎 還有很想很留意他這次就是高氏祖苗了 但是我想就是 我想說這次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派系影響可能是小 比我們以往見到的小很多 很多派人可能散了 所以才會見到有九個人出來 有很多是現任內閣的 林方正 上川楊子 何野太郎 這些全部 高氏祖苗 全部都是現任的官員來的 所以這次就有九個人出來選了 那表面上看 石破謀就得高網做一點的 因為他輸了四次 這次第五次了 那就是 人氣是很舊的 他的人氣 好像蘇寶說 有些柯文折銷的 就是他那些民間的民望是很高的 但是反而在國會那裡就有很多老襯的 石破謀就 所以你回去選舉 在國會那裡三百多票呢 他未必是有優勢 那之前大家想著 喂 就四十三歲 年精力壯 小泉上一郎的兒子 小泉俊二郎 俊次郎 但是這傢伙呢 大佬越來越不行了 好像沒有政治智慧 譬如他在選舉上說那些政綱 他說要放寬那個解僱規則的 所謂叫改革 就給了很多日本的選民看到的 就是 哇 你不是吧 就是怎樣啊 就是令到大家在日本打工 炒人魚會比較容易 又說那些什麼老人呢 他說老人工作要去到八十歲 那最近他在一個辯論那裡說G7那個又很笑的 他無端端說了一句 就是 我43歲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都是43歲那時候當政的 那有什麼關係啊 大佬 那些日本人覺得 惡名奇妙這個人 那他不斷 那現在他開始要拜任那些派系 但是有些都不騷擾他 譬如很惡的那些麻生泰郎 那些麻生派那些 都不是很騷擾他 所以現在臨到還有一兩天 其實他的民調是有一點點跌的 跌下去可能第三的 這個就不知道 因為在國會票那裡真的會很重要 但是國會票他可能真的拿到不太多了 那高市早苗我就很想說了 九個裡面 如果你問我和桑普 或者我們作為香港人 中國人 台灣人也好 最關注其實就是會不會選一個首相出來 很英派 每次都是這樣 問身手中 日本首相我們怎麼看 當然是看對華政策的 對不對 日本人未必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我告訴你 基本上 我可以這樣告訴你 在自民黨裡面 微中 親中 自中派 without the election 問題是最深入誰的事情 我告訴你 但我講很久了 其實我告訴你 現在的那個人 你看我說不懂我 我告訴你 總共主權力的 不懂不懂的 我告訴你 我自己去接受香港 人都覺得很喜歡 那個人又有一點 在那裡頭 都已經發了我了 所以這次呢 九個裏面 其他八個其實我覺得都是 都是知中派 微中派來的 只有比如說河野太郎可能會有些 但是河野太郎完全沒有機會的 他都是比較少少 比較英些 但是這次有一個真的不得不講的 就是高市早苗 這個就好像日本特朗普那樣 譬如什麼 拜政國神社當然要走去拜 是啊 我不可以背叛自己良心 我就要進去拜 還有主張日本憲法第九條 修憲的 將日本自衛隊改造正常國家 他是正常的國防軍的 所以他是比較英一些的 還有最近 剛才說的那個什麼中山航兵 就是那個小孩子 深圳那個 他這麼多個出來說話 他說話是比較適合很多人聽的 就是他真是頂共產黨 但是其他那些完全也是無鄰兩可 又是那些什麼要求 什麼中國政府 保護日本市民 講了都沒有講的 所以高市早苗是一個 挺特別的 跟隨的一個候選人 我不知道啊 一會兒等到松寶講了 你會不會猜他贏呢? 那你問我想誰贏呢? 我當然是想鷹派一些的高市早苗贏了 其他我覺得在對華政策上 是跟岸田的路線分別不大 只是看回我們的加速師 習近平怎樣繼續加速的 OK? 是逼人家賣各邊 就是沒有路線的 但是其他那些日本自民黨的人 其實我都不覺得是很鷹派的 我不知道蘇布怎麼看的 是 這個是一個比較 現在呢 我怎麼看呢? 就剛剛講過 傑斯講到小泉進次郎的問題 那大家知道就是 猜誰贏呢? 還有我想誰贏呢? 我答案都是同一個人 就是高市早苗 那為什麼我會猜他贏呢? 也都會覺得他贏的話 對我們香港人 還有就是對於台灣 會是更加重要 或者更加有好的影響呢? 那我會分析一下給大家聽 大家知道呢 日本的自民黨呢 你喜歡與不喜歡都好 它有很多派閥的 小泉呢 基本上是一個叫做 它根本不屬於這些大派閥的人 大派閥有哪些呢? 岸田也有一個 麻生也有一個 麻生太郎也有一個 田中郭榮算不算呢? 安倍 安倍症 他過身就是被刺殺 死了之後 清和會始終有一幫很穩定的一班成員 這三個是很重要的派閥 如果我漏了 傑斯可以跟我說哪些大的派閥呢? 就是岸田 麻生 和這個安倍 我馬上插你一腳 但是譬如 如果田中郭榮那些 遠古以前那些還說 還有沒有勢力的呢? 石破茂其實就是田中郭榮 就是那些勢力啊 大哥 這些有沒有幫助呢? 我真的不知道了 這三大派系就是這些 等於民進黨裡面有新潮流 有英系啊 這些大派系啊 然後有些稅料的 這些稅料呢 有時候都組成在一起 他們曾經一段時間叫做小石河聯盟 這些是非豬流派啊? 就是小石河就是小泉 然後石破茂 就是田中郭榮下面那些人啊 然後呢 就是這個小石河 河野太郎 那基本上曾經這些小派系呢 組成一些所謂的聯盟 那這些聯盟的話呢 去抵抗一些大佬的情況 但是小石河聯盟都不是過半了 就算是小泉 石破茂 和這個河野太郎 加碼一起都不過半了 那再不要說那些 根本上你是這些稅料的人 譬如上川洋子 都是比較鷹派一些的 上川洋子是一位出色的女外相 現任外相 現任外相 黃毅在紐約聊天 是的 他都比較親近右派一些的 但是當然不及高市早苗那麼堅持啦 但是你會看到呢 就是小石河聯盟 曾經一度發揮作用大概鬆散的 那個個個都是想呢 在奶和不奶 大派系之間做抉擇 那你小泉 晉智龍呢 其實衰的 怎麼會是那些失言呢? 失言是被媒體放大而已嘛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是找一個藉口來踩你而已嘛 你得罪大佬啊 就是今天在自民黨這個所謂 你剛剛在抗議會裡面 很重要的 大佬 是的 你打出了就站在去選了什麼 要破壞派 要打破派佛政治 這些事情是可以做不可以說的嘛 你要打破派佛政治 那整班人就鬆起講了 小泉晉智龍 傻傻 他就說我要打破派佛政治 然後覺得現在呢 又失言了 媒體就放大他了 他去找麻生太郎 談了30分鐘 就跟他談什麼 麻生先生啊 你好 支持我 我一定會嘛 麻生聽說就說沒有答應他 通常日本和台灣做事方式一樣 沒有答應你 在拖著你 叫你加油那些呢 通常就說你拒絕你的意思 OK 就是因為麻生基本不答應他 而你想想小泉淳一郎 就是這個晉智龍的爸爸 也都無所謂 因為他父子要搞兩飯的嘛 小泉淳一郎 當時不靠近派佛政治 他怎麼成為了手術 對不對 你這個兒子打正其口要改革派 要打破派佛政治 可能是對的 就是你的晉智龍是對的 但是你用這樣的笨拙的方式來做 是沒有政治指揮的嘛 所以現在怎麼樣呢 今天計算黨員票先 黨員票呢 發覺到石破謀呢 黨員票呢 先說派佛先 派佛會支持誰呢 我會告訴你 我都說小石河三個都是非主流派 如果大的派佛連成一線的話 就叫什麼呢 一定會力挺高市組苗的 但是第一輪的選舉呢 高市組苗能夠入得到最終的決選呢 現在的機會很大 以前想的機會不大 但是《讀賣新聞》做了一個電話民意調查 港員票 港員票就是367票 那其中之一嘛 368 石破謀98票 高市組苗94票 小傳順一郎60票 小傳俊次郎 講錯了 小傳俊次郎60票 就是連石破謀和高市組苗其中一個 三分之二都不到 只有60票 那變成就是說今天你可能呢 黨員票都沒有 那你議會議員的票 你大佬的政治的票 你小傳俊次郎更加拿不到 所以你入第二輪的決選的機會都沒有 那很可能就是由石破謀和高市組苗 對高市組苗 那他對決的時候 石破謀人氣很強啊 你說全國民意調查都很強 但是 我讀幾個數字給大家看看 我開始誤到你的道理了 你繼續說 我開始誤到你的想法 誤到 是 那九名字書 在石破謀全國民意調查 26% 不分黨派下 高市組苗17% 小傳俊次郎14% 但是 如果你問自民黨支持者 高市組苗29% 石破謀24% 小傳俊次郎23% 那剛剛這個調查也是 剛剛在他失言事件 和拜訪麻生事件之前 去調查的 一調查完之後 砰一聲 剛剛說毒賣新聞 那個電話調查已經跌了 就是小傳俊次郎跌了 跌了之後 平均分了給石破謀和高市組苗 好了 那你第一輪決選 黨員加議員一半一半 那你 那你誰能夠 在兩方面拿到大的呢 在大哥之前拿到議員票 市民 即是國民支持 能夠拿到這個 所謂的黨員票 好了 那你黨員票 你是不是拿到呢 高市組苗和石破謀已經一二名了 跟著你在大哥支持來說 高市組苗更加會比較多一些 但是大哥在第一輪的決選裡面 可能不表態是 看看你們誰贏 看石破謀和高市組苗 花了兩個人出來 就進入第二輪的決選了 就是可能是下午那樣的了 368名的議員 加47名的黨員 就是地方 那第二輪呢 關鍵就會去了國會議員那裡 去了國會議員那裡 那國會議員那裡 那石破謀就糟糕了 是啊 因為麻生和他很不合的 你看看他 麻生和他很不合的 而麻生是很大的派系來的 然後岸田也是很大的派系 岸田現在不出聲的 安培派系都跟他不太合的 安培更加會撐高市組苗 安培一定是撐高市組苗 是啊 是啊 那你麻生和安培的派系 那問題是岸田 他就可能會開放給黨員投票 大家都要求官的嘛 你想想 內閣要執位的嘛 都覺得西瓜灰大邊 去那個地方 三大派系 在高市組苗的話呢 那你石破謀書 這就是自民黨的特色 所以我就說 烏士組苗為什麼會贏的原因 就是這樣的制度設計之下 他真的會贏的 我想補充兩三句 是 如果用回以前的那些自民黨 玩日本政治的格局呢 就設破謀 贏的機會 是差不多沒有原念的 但是我都強調 其實這次候選人多呢 其實就已經看到 還有就是因為太接近自民黨的負面的新聞 那些派系其實是打得很散的 所以這次呢 其實這次呢 就不可以用以前的思維去推察 那我想說的就是 我剛剛真的給桑寶的點醒我 就是 其實很有趣的 就是 你說的獨賣那個調查呢 其實說的黨員票 就是自民黨裡面的黨員票呢 就是高市組苗 靈石高過小全晉次郎很多呢 那個調查很硬的 那個調查其實 那其實他還有一個原因的就是 因為都是很有趣的 就是自民黨的出出入入呢 其實日本是很普遍的 那高市組苗這次那個參選 其實是令到有很多支持他的人呢 是新加入自民黨的 去壯大他的票數啊聲勢啊那些什麼的 所以 如果他真的可以在第一輪 就是總之在國會票 黨員票那裡 他可以在頭兩個出到集的呢 然後回到第二輪呢 因為第二輪主要就是國會投票而已 那些什麼刀遠啊那些47 那裡只有47票那些可以走在一邊的 影響不了的 那麽呢 那麽呢 在議會那裡呢 高市組苗那個人氣啊 那個人緣是比石破茂好一點的 石破茂反而反過來就是 他那個資深呢 是可能令到 可能是他這次的一個半腳石 嗯 因為老闆 yo 最急 因爲老闆裡太多 那些 fail 那麽就 所以呢 如果是 聽上了那 año 那個分析呢 原來呀 高市組苗是有些機遇 我一 chimpa也覺得它有些機會的 聽完你一說完我就醒一醒 咦 是的 好像有些希望這樣 是啊 有些希望 那會不會成真呢? 政治一天都要不長 你知道這些黑幫 沒有黑幫了 黑幫就不對的 派閥政治呢 講真是合中連環而已 利益交換 沒有辦法 自古以來日本都是這樣 這些數到識田信長的年代那樣 為什麼我對內國制有些微言呢? 因為很多這些東西 你看德國 日本 英國 很多這樣的利益交換的東西 我會覺得你給人民去選擇 我覺得總統就是最清楚 誰贏 習政 誰不贏就輸了 下次再來 這個就是我覺得最好的方法 但是你說內國制的仍然民主政策 比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垃圾先好 所以我就說這個日本的內國制 行之有效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解散國會重選 不要給人家 像你自己派佛攤派的地方 給民意的授權這個國會 我覺得是比較合理的做法 而我相信高市早苗如果當選也會 石破某我想他當選也會 那兩個是比較大業的 三剩下二了 那我覺得高市早苗和石破某之間的選擇 不過還有一個補充 就算是真的石破某當選 還有要count的就是台灣的政策 其實就這麼說 石破某跟台灣都走得很近的 那麽加上加速師呢 那麽其實都是會逼到 現在其實都沒有路走的 很難微共的 現在其實都 微共就是會沒有朋友 那麽再加上深圳小朋友這件事呢 就不說得少的 這件事呢 我覺得就 這件事會不會令到 現在選舉的前夕 會不會令到比較右一些 鷹一些的高市早苗 比較好處一點呢 可能會有 還有就是就算誰接下來做新手相 其實可能都要 不鷹都要變了鷹的 我想說 那麽石破某其實跟台灣兩任總統 蔡英文和賴清德 其實都那個relationship是不錯的 他最近是不是日本團那個 都好像是他大的 都是他訪問賴清德那個 都是他大團的 好像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他不記位這些東西的 他覺得跟台灣是應該要有一個 緊密的合作 因為基於大家都有共同的理念 那麽所以呢 我想台灣政策方面 就無論石破某 高市早苗 其實可能那個分別都不大 至於我們就這樣公道一點點啦 桑普都要講一下小傳盡次郎 不要不提他啦 但是這個人其實真的有問題的 大哥 唉 首先你聽那些 不要經常說我跟桑普歧視女人 我們這次是產高市早苗的 我們對視不對人的 我們這次是支持女士的 不是我敢例的 不要經常說我們 冤枉我們 但是這次我們 又不要說我們年齡其次 但是你看到這個小傳盡次郎 我真的有看他的表現了 我真的連那些YouTube都看完 真的不行啊 這傢伙 那麽就是 我想不夠老練了 是啊 你的感覺是怎麽樣呢 桑普 他老爸就很帥啊 以前他老爸就很帥啊 你玩政治的需要人和嘛 那你這樣搞的話 人家會覺得 第一 你很幼稚 衝動 而且說的話好像少了一條根一樣的 就是我會覺得有這樣的想法 剛剛你舉幾個例子啦 我43歲 他43歲啊 我43 他43啊 你問你G7大政 國際大政啊 你跟我說我43 他43啊 什麽意思啊 你會覺得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你說會不會好像小傳盡次郎 這樣的地步呢 就是第一 你一開始標榜 就要衝撞這個派閥政治 你擺明可以這樣做啦 喂 你李登輝一開始 我要衝撞國民黨的派閥政治 你死定了 死定了 有些事情你可以做 不可以講的嘛 是不是 就是你首先結合一些人 勢力拿到一個大位 之後你才做改革 你不可能說你不拿到權力 你要做這件事 這個跟民主政治完全不同 這個派閥政治裡面有很多黑暗的東西的 所以內閣制有一個黑箱 或者有一個叫做呢 好像幫派在上面 在那裡做事一樣 我不是這麼喜歡這件事的 所以我不是內閣制的粉絲 我小時候一直講內閣制不錯 但是我覺得不是一件好事的 所以我說日本這個做法呢 我會覺得高市早苗呢 我會看高一閃啦 那你說剛剛這件事提醒大家 無論是石破謀贏也好 高市早苗贏也好 其實你說會不會真的會 對中國去完全親中 親到去穿山 很難啊 現在 是啊 很難啊 現在 一定不會 比如我舉一個例子 我用石破謀了 前自民黨的幹事長石破謀 他說應該探討修法 令中國軍機侵犯日本領空的時候呢 允許自衛隊動用危害射擊 事源今年的8月26號中共解放軍軍機 去侵入日本的領空 然後這個岸田文和指揮的二階進博的代表團訪問中國 和王毅、湘建歡有學生交流、商業交流 一點都沒有提過侵入事件 好了 接著沒多久 9月的時候發生了這個深圳日本人學校 他的男童 10歲的男童 小山航平被刺殺事件 他的母親就是中國人來的 他的父親就是日本人 在這個地方做了20年事 全部中國化 全部講中國話 北京話的 好了 接著有個兇徒 44歲 衝出來 拿著刀 不斷刺進去這個小娘的腹腔 腳亂插 當然了 長村土難 腸都挑出來了 第二天的早上禍生 他媽媽真是意粉難平 那網上有一個是小山航平的父親 小山純平寫的一封信 是假的 那個帳 一機會是假的那封信 假的機會是很大 無論怎樣都他都說過 中日彼此的友好 就是對於這個 就是什麼小山航平 小山航平最好的祭殿 對於兇手最好的報復等等的東西 就是講這些東西 我就說中日什麼友好 其實問題就是說不會打仗 但問題就是不會打仗的情況之下 怎樣去圍堵 懲罰中國共產黨很重要 那你外上小村楊子去 比足美美的王毅 王毅還要在那裡呢 大國的威夷 跟這個小村楊子講話 殊不知小村楊子 可能比高市祖苗 繼續任命為外上的機會都很大 所以我就說 什麼政治一點都不長 今天的對手 明爺的盟友 這個就是買國際的特色 那你現在你們這些中國的走狗 那你面對這個情況下怎麼算呢 石破茂說 就是他前幾個月訪問過台灣 那他最近看到這個軍機事件 他就說了 中共軍機侵犯日本航空 允許自衛隊動用危害射擊 這個概念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日本沒有軍隊的嘛 日本的所有自衛隊都是當警察辦的嘛 警察就是什麼呢 當你有正當防衛緊急避難的情況之下 才可以去攻擊的 如果你比如說沒有人去正當防衛的話 你不可以去打個賊的嘛 不是香港警察嘛 沒錯 不低能戰的 不做事不讀書嘛 總之踢球不給過半場 是的 不會這樣 踢球不給過半場 那為什麼呢 他就說我們要修法 就是定到這樣的智慧隊 不需要只是用警察的正當防衛 就是緊急避難去打擊 危害 他覺得有問題 危害射擊的話呢 這個概念可以擴張適用給自衛隊 中國軍機侵犯日本領空 可以打他下來 當然 講是這麼說 但是他講到最後什麼呢 石破碼很有趣的 他就說 比如中國打台灣的嘛 怎麼算啊 這個才是關鍵的 中國侵犯領空 你都不會打他下來啊 美國都不肯過你啦 但是中國如果真的侵略台灣 日本會不會出兵呢 石破碼就說 我們要找到有關的法律依據 講完這句話就說 耍你而已 現在就沒有法律依據嘛 現在就要修法嘛 那你問高士總盟就說呢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什麼叫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呢 不是說日本會出兵的 意思是說台灣有事會牽動到日本的核心利益 那個叫全立危機狀態 全立危機事態 2014年開始有的 就是說呢 這件事會和美國一起 一起探討共同方略 對抗中國 那高士總盟都不會突然之間說 我出兵 你這麼說法 美日安保不允許你這個 首相講這些這樣的說法 你講到最盡都是說 一定要介入 因為這件事是全立危機事態 日本的生死存亡的危機事態 就是它將中國侵略台灣 視同 危及日本國家安全 是的 那這件事從來沒有一個政治人 或者自民黨講的那些話 那這件事的話 我想你看到這個分別就在這裏了 接著小傳那些基本上是中間派 很正棍的 很正棍的 是的 這樣 那變成你會看到三個人有分別 我當然希望高士總盟贏了 嚴重安排經濟學 內政外交 我都覺得支持它的政策 尤其外交能夠親美更加重要 那美國哪個總統當選 就讓我們來講一下 但是我們會覺得這件事 我們必須要放在心裏面就是 日本如果高士總盟執政的話 對於抗中圍堵脫鉤斷鏈有利 而且最近發生的這個日本藍童事件 牽動到牽引很大 我記得去年年尾訪問台灣企業 當時訪問610家台灣企業 有57.4%說要撤資的 接著訪問一堆的美國企業 有25%左右說要撤資 你訪問日本呢 當時10%左右說要撤資的 日本是最依附中國其中一個國家 OK 說要撤資不等於撤資 但是說也只是10%而已 那你可以看到多麼荒謬 經過這次事件之後完全不同了 完全不同了 經過這次完全不同了 Panasonic重考集團 它說允許員工攜券返回日本機票 但我覺得這次是香港的公司 所以在日本裡面也要撤資 你不撤資都不行啊 你不撤資也不行啊 這次你不撤資要找人在這裏做才行 現在沒有人在這裏做的 其實在深圳藍童事件之前 都醞釀了這一段都很長的時間 其實有很多日本企業 你現在突然間日本就要撤資 我員工 下個月派你去中國 大哥 桑寶立刻辭職 你知道嗎 大哥 你叫我去大陸station派我去那裡出差 我就最多不做而已 因為除了 其實之前已經 大家不是怕心浸臨 不是怕你義和團 之前就已經開始擔心那些反間諜法那些 那你這次義和團事件之後 其實就加速那個勢頭 所以其實回去的就是這個要看未來 短期內 就是短期的未來 其實都值得留意的就是日本企業 那個撤資的速度去到哪裡 其實現在是加快的很重要 如果撤資的速度是越來越快的時候 其實你都可能會看到自民黨 那個未來的日本政府的對話的政策 其實還需要不需要微理呢 這一下 這一一下 告訴你聽 你剛才我講的 十個九個可能都是微共 微中 但是那個微中可能都是表面 親美可能是骨子女 就是很複雜的 日本這一一下就是 但是如果你說 如果在華的日資 其實越來越減少的時候 其實這個都會影響到自民黨的路線 就是 接下來還需要不需要微理呢 就是 其實這個對華政策呢 就是 新一任的日本首相 我覺得就 就是 其實這個對華政策 有的 他們就 都不會說 突然間 走去 走去奶共的 怎麼奶啊 現在 真沒辦法 你再加上你加上 還有 深圳南童事件還未完的 大家不要以為是 你猜真是中國政府說個別事件 喂大哥 接下來會不會還有 還會繼續有日本人在中國遇害呢 或者反過來 那你日本又沒有很極端的人呢 喂大哥 你不斷走些 強國人走去旅行 不知道啊大哥 過幾天可能就在日本那裡斬一個 那你真的不用說 那些中日關係越來越瘋狂的了 所以這件事還沒有結束的 中國對日本有歧視的病 我可以這樣說是其來有志 就是最近你看看這個官方 其實為什麼日本人要撤資呢? 因為人家給了機會 你中國外交部說的話就是 譴責暴徒 厭情暴徒 立即將它正法 希望這件事不牽涉到 對於日本的歧視 說完日本就不會撤資的 你不是啊 個別案件 我們全世界哪個地方沒有這樣的事呢? 接著有些教授就說 死了一個日本男童 有什麼地方呢?全世界沒有死嗎? 日本男童死也好啊 最重要的 我補充一句 林劍後他再補獲那句才認群 他說是跟仇日反日無關 中國不存在仇日教育啊 大哥你講到這樣 你講到這樣 那就是不用跟你講了 所以我再說多兩句 九個候選人裡面 最巧聽的是高市早苗而已 只有高市早苗有講到 那是跟反日的教育有關 這個跟反日的教育有關 只有高市早苗講的 其他人全部都是避談的 因為知道是敏感的 高市早苗不想和中國為恥 因為中共若跡越來歸 他就說 我就阻嚇你 我就警告你 我就一劍 對著你喉嚨旁邊 這種就是應該要做個數法 你不要當他好像 好像牧羊人精神 牧師那樣 哎呀乖呀 你行啊 你要改變啊 我們監管控分歧啊 我們設置互難啊 我真的想說錯誤 不說錯誤都不行 大家就不要說錯誤了 那接著就想一下 那些高市早苗就不同了 就是說 你會 打來 當你狗啊 當你老虎 當你獅子的唇復 那這個就是方法 我就覺得對中國共產黨的感 因為中國共產黨 你不敢說他會吃了你 這個就是最大的分別 接著我會說 高市早苗現在的所有方略 其實我會覺得是正確的 那你說手法怎麼操控這一種 和這個獨裁者之間的距離 考驗他的智智 現在是不測試的 因為他是當然 當然到今天為止管經濟為主 那你說他經濟安全 一定牽涉到政治 經濟政治不可分的 那我會看到他有他的手腕和能力 也都很可能成為日本 第一任的女首相 那有些什麼占星啊 什麼算命那些就說 哎呀 現在走什麼狗運啊 什麼什麼什麼 那些人這樣說 哎呀就會有一個 女首相會出現 女首相 女領袖國際領袖會出現的 那我說啊 你說的是哈里斯啊 可能是的 可能是的 面對 free ため 這幾個 就說出來 你叫做 除了賴清德 還有另外一個人都會很開心 那個叫做內塔利亞湖 那個真是很開心的 那個真是很開心的 你看看整個完全向右派傾斜 就是一個冰火兩重天 就是英國、歐洲親左 然後日本、美國向右 這個情況就非常 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情況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世界局、社會有什麼變化呢? 哇 很精彩 我真是想補一補鑊 有些人聽說 這傢伙真是大右派 不要用這個角度去想 今天我想說的 其實我基本上說 沒有人相信的 今天沒有人相信的 其實我大哥說我進去社民連的 我當然是阻礙的 就是要阻礙的 是不是? 但是那個問題是今天不是阻礙那麼簡單 今天是極左 那個世界是需要扭一扭它的 OK? 我們當然知道 我和阿桑我當然明白 我們可能比你們更加明白什麼叫極右 但是我們大佬 我們在說的那些是需要今天 扭一扭它 今天的世界是需要扭一扭的 那可能會好一點 這個我們不是什麼極右大右派 大哥 我覺得是基本原則 左右派是兩種人類 這麼多年來 幾百年來 沒有辦法跟著的兩種想法 我們不想要殲滅左派 你不要這樣想法 我們不想要消滅別人的思想 另一方面就是說 就算右派是不鼓勵政府制約附近的 是鼓勵教會 鼓勵個人去捐輸 互相幫助 這個是聖經的世界 就是說今天我們希望能夠將一些窮困的 一些不幸的人互相幫助 有亦都有大愛的 有亦都有大愛的 教會做了多少事情 是啊 就算你說那些美國Evangelists Christians做了多少事情 是啊 沒錯 他們不希望政府做 因為政府是一個必要之惡 necessary evil 美國 將來跟大家說一下 美國共和黨的歷史啊 空閒 共和黨有很多其實是全教士的家族來的 很多是 就是很有愛心的 不是 一說共和黨就是特朗普而已 還有你們 就是特朗普不是你 特朗普你們是 就是很多人是被民主黨阻眉 現在美國在左媒洗腦而已 就是我也是這樣說 說到美國選舉 我不得不佩服 大哥 以民主黨為首的左媒 成功妖魔化這個特朗普 如果特朗普輸了 我也是這樣說的 喂大哥 都是 大哥 那麼你贏在哪裡 贏在你成功妖魔化了 就是你根本天天現在都是這樣 所以我看得很想看 啊 真的有些丟臉 怎麼樣 喂 桑普我問問你先 英國選舉怎麼樣 是啊 美國的大選 最近有些新的 對中國的政策 是特朗普講出來的 我一直期待Harris 我不喜歡Harris 但是我也在期待他 講一些中國的政策 話思講中國的政策 我要期待12月1號那場選舉 J.D. Vance對這個Tim Walser 我們CBS看回12月1號的選舉 但我發現到我越來越 我其實心裡我都很佩服特朗普的體力 和他的口才 我每天打開手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漏漏有新片出的 比我更敬 我自己每天都做一條影片 就是去做這個時事評論 講一個小時 講半個小時 都說得好 都要準備時間 但是他很厲害 穿州過省 喂 這個人真是厲害 Pansylvania和農民去交往 每個人叫得出名的 當然有人會提示給他 他會知道這些人的地方有briefing 在飛機上面有briefing 看你體力要有他 他多少歲 78歲 我一早說了 我很佩服他 他還有這麼多官 對上這一年這麼多官司前身 喂 大佬 是啊 你要多強的意志力才是 你的心情要怎麼擺 對不對 好了 現在每天搭飛機 每天搭飛機 穿州過省 又突然之間Georgia又出現 突然之間North Carolina的Minh Hill 穿得很好 大家去看一看 然後在Pansylvania Smithton 他跟那幫農夫一起做一個 就是說的就是Protect American goods from China 一個大的Banner在外面 在後面 然後之後說什麼呢 第一 上台重新執行2020年1月的500億農產品協議 拜登四年沒有執行 我執行 擺明500億要你超賣的 是對中國的Penalty 你要Penalize你 為什麼? 因為你這麼多年 合作這麼多年 已經算少了你的了 中國500億交 不是的話 你知道味道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 中國資本直接間接買了美國多少個土地 農地的什麼都有 我看到很多新聞 Montana一個州買了大量的農地 還有在州政府 消防 警察 軍隊的住宅地方外面買了農地 弄了一支大的木頭桿去到上面 弄了一個攝像頭 拍攝 旁邊的聲音 甚至沒有製造一些干擾 這些東西 全部要把它反制 即是說 沒收 中資不得買中美國土地 他沒有說這麼白 最近阿肯息收的Sara Huckabee Sanders 她的重要當年的白宮發言人 他就說 阿肯息收 首先開第一槍 中國國企不得買任何美國土地 為者沒收 這個很基本的原則 如果這樣做的話 牽動到很多的州份 清除這些中資的毒素是第一點 你沒有這些土地 基本上不會影響到美國的選舉 不會影響到美國的各方面的社會的營建 社區的營造 第三樣東西就是加關稅 對於農產品各方面大幅加關稅 第四樣東西就是對於非法移民和芬太尼 第五樣東西 芬太尼 他就說對於非法移民和芬太尼 他就說對於是 於是你答應這件事 做不到的話 當然也有效果吧 這個東西的話 你要對這些人的 You are my good friend 才能做到嘛 然後這幫左家媒體 一定都說 特朗普經常都說 President Xi President Putin 全部都是good friend 你和金仔又見面 全部都跟獨裁者在一起 你助長獨裁者 喂 你只是完全不看前文後理 接著之後折騎了他就說good friend 就說dictator 就是這幫人是不是有過腦 是不是有看片 有沒有看新聞 逐個字 逐樣東西講清楚呢 特朗普講了幾多次選舉 講到習近平是什麼呢 fears 凶猛 evil 邪惡 你們有沒有聽過呢 所以我說 他沒有講嘛 這些東西跟那些中國說 日本經常都沒有為中日戰爭道歉一樣 人家對 人家講了n次 他就什麼都沒有聽到 天天要人道歉 就是我覺得這樣的左膠的想法 我覺得已經荒謬了 你已經棄絕了所有事實的根據做這件事 跟那些黑社會 跟那些獅子 不是每天跟它搏鬥 你衰 你獅子 你衰 你吃人 你老虎 炮 紅 是不是 大蝦紅 你壞 吃人 你不是每天指著它罵 就等於它不會吃你嘛 你摸一下它 給它幾塊肉 給它石 乖乖的 下面在捅它幾刀 這個獅子是真正的方法嘛 難道你對著那個獅子跟它講 獅子 獅子 你要收皮啦 你這個奸惡邪惡 殺了多少人命 我要拿你的命 那獅子看著你 它就一口誓下你了 是不是 龍虎與蛇的故事 特朗普講了n次 這麼多的造勢大會 大家的左膠有沒有聽過造勢大會的呢 龍虎與蛇 它經常拿一張紙出來的嘛 就說 有一個龍虎 最後就是見到一條蛇這麼可憐 這麼餓 蛇就說 問牠拿東西吃 龍虎就給了很多東西給牠吃 然後有一天就養到肥脂大隻了 帶一條蛇到牠家裡 在火爐旁邊就繼續給牠吃 蛇呀 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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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很漂亮喔 突然間一條蛇將我打 一聲咬到龍虎的頭上 Why do you bite me? 然後蛇就說了 為什麼我這條蛇呢 說完了 故事就完了 這個故事在說什麼 對極左派說 對中國說 對俄羅斯說 這個就是講給這些人知道 我們對於這條蛇 不要第一天就對牠寄予任何的希望 大家聽不聽得明白呢 那牠當然不會引伸 我幫牠引伸 因為牠引伸下去的話 怎麼去重複這些蛇 這些這樣的獅子 這些這樣的老虎 對付一些 如果你是個中學老師 對付中學生 你不應該用這樣的態度 你會覺得循循善友 遵遵教誨 那你這個老師就做得對嘛 拜登就做這些事情 管控分歧 設置互難 然後又傾又齊 既競爭又合作 這個就是老師和學生的手法 這個叫做牧師精神 牧羊人精神 這種左膠的想法 和特朗普的想法不同 特朗普是什麼呢 叫做勝利論 I need to win you and gain victory 因為我不贏你 你要吃我 所以我們要贏你 還有就是 等於聖經裡面 你從來沒有見過 舊約也好 福音也好 你沒有見過說 教我們去純服一隻魔鬼的 我們只會是修復一隻魔鬼的 這個就是 所以 所以共和黨是有這些 共和黨人都會有這些的想法 所以這個道理其實不是很難明白 我就會覺得在這件事上面 我記得拜登政府最近 有一些台灣的專家跟我聊天 他就說拜登政府下面 他有一個智庫的 我遲些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一個智庫就叫石邊文 如何對抗中國 這個智庫竟然講勝利論 就是特朗普這種勝利論 不講這個所謂管控論 結果就是什麼呢 這個智庫講的東西當然說出來 我找個智庫去做事 這個智庫講的東西未必適合我聽的 我都會給個首長 都會給錢給個智庫的 但是拜登不會跟的 但你發覺到原來現在 有一堆跨黨派的學者 他們不是主流媒體的那幫人 開始有轉變了 而這個轉變的話 是近這幾年慢慢慢慢慢慢轉變 而去到現在這個地方 既然拜登找這個智庫 原先寫一些對我聽的管控論 基辛格 管控分歧之之戶 既競爭又合作 下面賺錢 上面打你兩槌 這些這樣的做法 現在慢慢過世了 開始覺得中國是不聽的 經過這麼多年的觀察 發覺到不行了 有幫人開始變了 那變是不會慢慢來的 但是如果你說特朗普能夠重新選舉 能夠成為了47任總統 我想變化就很快 那變化快到什麼地步 可能你是意想不到 而習近平現在民窮財盡 山蟲水盡 裡面有很多的裂行 那你這樣的搞法 美國聰明的 不是逼他突然之間崩潰 因為突然之間崩潰 整個主動權給了那幫難民 給了整個中國後面那些 不可控的一種預測 但是慢慢使得他陰乾 陰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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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到個地方 準備好不同的對策來對付中國 可能我會告訴你 還要一些時間 不是突然之間 特朗普上場 中華人民共和共和國 突然之間瓦解 我覺得機會不大 就是說可能會有兩三年的時間 那情況會加速得極快 那我想這個是我很期待的局面 當然你說是否wishful thinking 那你看下去他會贏先 我是期待著這件事 而你看回美國 現在的大選 這個Harris 阿里桑蘭州的總部 又被人槍擊 四個彈孔 那接著有一幫左派 和支持共產主義打著communism 我沒有說錯 communism的一幫 極左派的無政府主義者 在Minneapolis 在Philadelphia 費城 在Chicago 三個城市 做show的 這些東西 主要媒體不是很播 但是一看一看的畫面和video 我看到很多人害怕 那些擁有做法 我會覺得好像 在看一個小丑的電影 就是小丑的電影 就可以告訴你 接下來有續集了 有續集了 期待 是的 我覺得拍到真是神經的 真是神經的 就是小丑就在講一個 就是精神有問題的東西 這個精神有問題 不是只是精神病的問題 而是它整個道德思想 觀念很有問題的東西 那它充滿對世界的各種仇恨 受到世界的排擠 為什麼一步一步的向上爬 就是希特拉的那些 就是它不斷的向上爬 小丑又在適當時候 做一些很驚天動地的事情 成為全國英雄 這種所謂的無政府主義 極左派的無政府主義 和極左派的這種共產主義 九合在一起 我問你 你米尼蘇塔州的州長 Tim Walts怎麼處理 米尼蘇塔州的州長 米尼蘇塔州發生了騷亂 就是講這個基本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 而且民意調查 各項民意調查 我會看到就是 不斷的左派 都是維持回它那個Lead 大概就是Harris 贏了Trump 4個百分點 5個百分點 最短6個百分點 4到5 他有這樣的做法 但是這些全部有水分 同一個調查 你回到2020年 拜登在這個時候 正在列14個百分點 他僅僅贏了Trump很少的票 2016年 希拉里對抗Trump 希拉里辯論後的民意調查 68% 川普只是32% 記得 如果Trump贏了 OK Electoral Votes 300多票是希拉里贏的 照說 所以我說 這些民意調查 真是不可以相信的 而如果水分只有這麼少 更加不可以相信的 而你發覺到 有一些在一個州份裡面 買了一些餅乾 他每一年都會做這樣的統計 這個很精準 就不止張如歌的 它是一些叫做 即不是八爪魚那些 占卜那些 它是一隻賣餅 一隻餅就做Trump的樣子 一隻餅就做Harris的樣子 一隻餅就做一個哈嘯的公仔 就是獨立牌 結果呢 大概六成的人是買Trump的 三成的人是買Harris的 三四成是買Harris的 只剩下個位數的百分比 就買那個哈嘯 哈嘯 這幾次呢 連續十屆 他每四年都會買一次這些餅 其中一個哈嘯 其中一個哈嘯應該是 教中方制國買的 是 哦 這樣 哈嘯 懂聽 懂聽 懂懂懂懂 這幾次呢 唯獨是2020年上一屆呢 特朗普是 這個賣的餅是比較多些 但是拜登贏了 那個選舉是不是公正 大家自己想一下 就是有不同的解讀 但我只是說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他的統計 所以我說了 去到搖擺州 什麼搖擺奔 直辦营亞州 和這幾個地方很重要 但是呢 記住 特朗普要贏呢 現在的民意調查 就算這種參加成形 在亞利桑那 Georgia North Carolina 都會贏的 但我就想說 一件事就是 你贏不了 賓夕凡尼亞州 或者是 威士康塞 或者是 Majigan 其中一個州 你都會輸的 就是基本上 你必須在 Pansylvania Majigan 和威士康塞 那邊贏其中一個州 因為呢 這三個州 就是North Carolina Georgia 和這個 亞利桑那 加起來的票 是不夠 特朗普贏 這個選舉的 因為270個選舉人票 他才贏的 不夠的 賓夕凡尼亞州 招起了19張選舉人票 很重要啊 是的 所以我想重點 在賓夕凡尼亞州 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麼 就是Filadelphia 那些左交城市 但是賓夕凡尼亞州 不是只有城市的嗎 有很多的郊區的嘛 那這些情況 你發覺到很多很多的人 為什麼出來投票很重要 因為呢 共和黨支持者 有很多的Christians 美國的Evangelists 和Christians 都有一個特色的 他們很多人呢 只是專注自己信仰 不是很理政府的 因為他們相信 政府是necessary evil 對這些人沒有興趣的 那麼不投票 就出事了 所以現在特朗普就鼓勵他們去投票 就是這個是一個他們的宗教的特色 那麼這件事情的話 最終的結果是怎麼樣呢 就要看回turn out 還有看有沒有造票 這個大家都明白了 因為rig election 開始了的了 遊帝 是啊 我會估計如果沒有造票 特朗普的勝算是比較高 我講不到百分比給大家聽 但是勝算比較高 但是如果你有造票的話 這個就是機會很大 因為有沒有造票的機會大 造票的機會大 造票的機會大 他們做到贏的機會大 那你有造票 那你就做到贏的了 是不是 那變了就是說 我也很擔心這件事會出事的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加強監督了 就是萬一有出事發生的時候 希望在即使11月5日之前揭發出來 是更加好的 所以10月驚奇 October Surprise 我們要在未來繼續看回 有什麼新的事情發生 會不會再有一次 特朗普和Harris的辯論呢 看來機會不是很大 OK 除非Harris肯答應Fox News 人家叫Fox News 幾個檔期給他 他一個都沒有 他死掉CNN CNN還要排隊10月23日 我怕不理你了 特朗普的不理你了 才是投票說什麼 就是在去的 如果他應該是投票說什麼 有什麼 一個人會去投票說什麼 還是投票說什麼 那就是投票說什麼 如果他超過激發的 真是 它們會去投票說什麼 那些人會去投票說什麼 那些人會去投票說什麼 就是投票說什麼 他會去投票說什麼 那些人會去投票說什麼 傑斯有什麼的補充? 沒有啦 跟著你對美啊 大哥 我現在就有一點低落的 講美國總統選舉 因為我沒有辦法 我比你更加靠近美國 我在加拿大 所以我現在天天就 不斷被那些賀錦麗聲勢 真的很厲害 大哥 所以我現在就很低落 所以剛才聽你說很開心 希望 總之希望梳寶中就行了 現在不是希望特朗普贏 希望梳寶中就搞定了 謝謝 公事總統答出川普 謝謝 這次我做聽眾 聽得很開心 在梳寶民聽得很開心 很適合我聽 真是高市早苗搭特朗普 真是沒得撐 希望你中了 謝謝回來 這樣就很棒 好啦 OK 下一節記著收看傑斯頻道 我們講一個很特別的聲音 我們創作比較好 是啊 下一次就 相當有關 就是我心中和我們扣連在一起 是啊 那我們休姐就回來 還有第二節的新桑海神 就是這個傑斯文到 表演在一起 有一個很重要的聲音